都要死了,他心心念念都还是那个念种,扶他做摄政王,免他受恭维束缚,却依旧能做那个执掌最高权柄的人,好啊,好啊,你这棋下得让我心服口服。 紫辰殿里,帝王躺在龙床,脸色清灰,呼吸短促。 利用啊,老太监立即拿过一个上了索的锦盒递给风清白,风清白将之结果,再抬毛,眼尾微微发红。 你撑着,各地名医正在赶来。 帝王摇头, 不用了,来了也没用,真到了该走的时候了,去早一点啊, 可能,可能,可能,还能见到你娘亲,真要,给他道歉啊。 六月,南陵国发丧,洪元帝驾崩,举国哀痛。 同月,年仅两岁的太子封莫涵,登基为帝,改年号洪景。 因新帝尚年幼,南陵王风清白,奉先帝旨设政, 内阁元老大臣莫文海,太子太傅逢先辅佐。 这两个都是朝中大名鼎鼎的老臣, 有他们二人护佑,南陵王风清白,能掌握朝堂半壁江山。